題目指,現在有直線和圓形相交於兩點 MN 然後用 MN 做直徑 找出圓形的方程 我們嘗試畫一幅圖,看看大約是怎樣的樣子 第一件事,就是這裡穿過零零 直線穿過零零 第二件事,就是圓心會在 21 位 大約是這個位 我們隨便畫圓形出來 大約是這個位置 然後這是 MN 之後我們用 MN 做一個直徑 去畫圓形出來 假設圓心是這個位置 我們便畫圓形出來 正宗方法應該是把兩條式聯合方程 找到 MN 座標 然後 MN 的終點就是圓心 MN 的距離隨意就是半徑 但做 MC 的時候 你可以先留意答案 這次答案的樣子很漂亮 一看便知道圓心和半徑是甚麼 這次圓心要在 4X 等於 3Y 上面 所以答案中 600 和 86 我們應該要選 600 做圓心 所以 86 是錯的 其次要選半徑的時候 原本你真的要聯合方程 計算 MN 出來 但我們便知道 我們要找這個圓形 一定會小一個題目 給我們這個圓形 因為大家都穿過 MN 這點 而黃色圓形 是用 MN 做絕境 再加上 題目這次比你圓形的數字 這麼漂亮 我們便很容易找到半徑 你可以選擇背公式 大家更簡單的方法 其實是組成 Perfect Square 即是把 75 拆做 加 4 加 1 2 1 減 50 所以題目的圓形可以改寫 X 減 2 的 2 次加 Y 減 11 的 2 次等於 50 這次的半徑是開方 50 所以我們要選一個小一點的圓形 所以我們便選答案是 A